歡迎大家出席2021至2022年度香港辯論超級聯賽第五輪賽事 今輪變題為雙軌制 甲方變題發展如宇宙是人類之福 粵方變題發展如宇宙是人類之禍 對賽雙方為甲方天主教國德聖中學 對粵方金巴林獎勞會要到中學 請為大家介紹雙方變圓甲方主辯宋子民同學 第一副變李俊軒同學 第二副變張麗營同學 接變袁正南同學 粵方主辯王正雷同學 第一副變李欣林同學 第二副變楊啟江同學 以及結變張穎林同學 為大家介紹三位評判 他們相見是 南平聖寶錄中學中文辯論隊教練王可喬小姐 可峰中學中文辯論隊負責老師李梓勝老師 以及編主教崇德英文書院粵語言論隊教練梁禧堯先生 本場比賽分為主辯 台上發文 一副二副台下發文 二合結變共六個環節 發電時間為4334 表示發電時間前結束前的30秒會有一丁提示 丁 超時15秒則會連丁三下 丁丁丁 居然會打斷電影發電 並提醒評判扣分 明達到網絡會有遲緩 甚至可能聽不清楚中星情況出現 所以在每次丁的時候我都會再加手勢去做提示 在這裡既然有責任你們要留意營光幕 也建議你們不要用盡15秒的緩衝時間 其餘的詳細賽規之前已經比過雙方 想請問雙方的主辯對賽規有沒有任何疑問? 沒有的話比賽正式開始 我們現在先請甲方主辯發言 你要4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正向鏡頭示意 時米時米聽不聽到? 3 2 1 兵 主席評判協助各位 大家好 近兩年元宇宙成為熱門話題 科技公司真相參與開發 就連念書都改名做Meta 表示發展元宇宙的決心 但究竟什麼是元宇宙呢? 元宇宙的願景是發展一個平衡於現實的虛擬世界 我們可以在裡面進行社交、娛樂、工作、學習等等不同的活動 元宇宙並不是玩遊戲那麼簡單 而是可以讓我們發展第二人生 大家可能會問為何要創造一個這樣的虛擬世界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現實世界存在太多的局限 現實中資源和人力有限 我們沒有辦法擺脫物理和時間的束縛 包括探製了人類的發展 甚至在每個人與生俱來的性別、種族、夫式等等的標籤 似乎已經決定了我們的人生 而元宇宙就好像一條新的出路 帶給我們新的可能性 元宇宙的概念聽起來好像很像抽象 那它究竟由哪些部分組織呢? 其中包括用來記錄和加密交易資料的區塊鏈技術 抗爭實景技術都可以令到螢幕上的虛擬世界和建設場景結合和互動 虛擬實景更加可以產生三圍的空間的虛擬世界 此外當中還包括感官連結、人工自流等等 發展元宇宙的過程當中 其實就是在追求這些技術的突破 最終發展不亞於現實的虛擬世界 要討論今天的變題 可以憑空幻想 更加不可以只是討論個別例子 而是要審視現有的技術之處之上 元宇宙的發展趨勢 究竟對於整體人類的生活 以及人類價值的體驗 是有益還是有害 而我方政立變題原因有二 一、推動科技發展便利人類生活 於是和元宇宙相關的技術 已經應用在我們生活的不同範疇 教育層面,近日科大推出現展實境校園 往日還會利用NFT的技術 方法加密密碟子及成績單 技術令同學不再需要實體化學校領取文件 但又可以確保到治療的隱瞞和安全 醫療方面 虛擬實境外科培訓平台AlsoVR 利用虛擬實境技術 讓醫護可以在虛擬世界做模擬手術 不需要以真人進行培訓 至今 平台已經為二十多個國家的醫護人員提供服務 提供了近三萬次的盤訓 讓世界各地的醫生有獲得更多機會 練習提供手術的成功率 不單止教育和醫療 全宇宙相關技術 亦都可以應用在我們的日常生活 休閒娛樂、商務亡亡等等 令人類的生活在各方面都可以更加方便 二、打破現實限制、推動文靈進步 現實世界不同的局限限制了社會 以及個人發展的可能性 個人層面上現實有物理、空間的限制 原宇宙也都打破了現實世界的 現實世界的先天、性別、種族、愛貌的限制 在裏面我們可以用不同的性別、愛貌 提供先天的家層去體驗 以第二人生探索無限的可能 各層面上現實世界的經濟發展 受限於權力中心化、資源壟斷等不同的問題 導致現實沒有足夠的發展空間 而區塊鏈技術就帶來了新的特貨 交易不再需要依賴第三方機構的存在 怎樣對怎樣可以直接進行交易 無論在自由度、安全性都有所提升 沒有那麼多的規限發展空間變大了 可見遠遠受驗的個人社會 都有那麼多發展的可能性 推動人類進步 最後問回友方同學有什麼現實的科技 在發展之後沒有墊催穩定和補給 反而帶來混亂的破壞 多謝各位 隔方主便發展時間為4分06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又請月方主便 你有4分鐘的時間準備好正向鏡頭示意 請問聽不聽得清楚 請 3、2、1 丁 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說 便利人類的生活 科技發展 就等於是人類之福 另一方又沒有解釋到原意 就是你出現 對人類有什麼實際幫助 這個願景又如何發展成功 又如何延續下去 有得就必有失 我們就不能夠就是看預計 可以得到些什麼 而不是背後的代價 讓用戶在社交和精神上有更大的享受 需要百大元素 身份、朋友、陳正感 低延遲多元化和隨地 要做到以上八大要素 就要維持這個元宇宙的長期運作 不少的設備都十分之關鍵 就例如發展人工智能、虛原實境 5G、大數據等一系列的技術支援 另外現時的電池收鳴、舒適度、流暢度和裝置重量都有待改善 要做到低延遲高速傳輸 更貼是整體網絡的基建技術 由研究到溫作、再到延續 都要具備足夠的數據和資源 因此今天審視辨題必須先了解人類文明發展需要 和潛在風險 從而界定復活 根據大學存在危難研究報告指出 未來會導致人類滅亡 人類的人為災禍禁先天災 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提出 人類因小行星而撞擊而滅絕的機率是五百萬分之一 而科技過度發展卻是六分之一 高高更提出人工智能技術造成破壞的廣度和深度會超出控制 因為超級電腦可以帶來威力 最後可能出現智能爆炸現象 即電腦的威力加速得無法預計難以控制 效果可以影響到地球上的每一個人 同時人類為了文明延續 更年來智力減排低碳 可善分配資源避免過度消耗 因此今天行量變態的標準是 發展元宇宙會否與人類發展目標背道而馳 而我方反對變態應有意 第一,發展元宇宙導致能源消耗過大 能源危機一直是社會面對的挑戰 資源並非無窮無盡 因此發展科研都要考慮社會的應付能力 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總幹事指出 我們目前的生活方式過度消耗自然資源 已超過了地球所能可持續地攻擊的50% 如果不改變趨勢 這個數字只會更快地增長 到2030年 即使兩個地球都不能夠滿足我們的需求 但元宇宙偏偏反其道而行 又要繼續發展元宇宙 中國電力新基建的能源互聯網預計 在未來10年 全球超過一半的電力都用在 虛擬貨幣、人工智能、數據中心等運作 Foring a Google Search指出 一座資料中心的能源用量 約是一般商業帶流的50倍 每年的能源用量可以應付 25000個家庭的能源需求 而現時單單研究元宇宙 而運作的資料中心已有597座 可見現時並非元宇宙的發展時機 第二發展元宇宙無法在去中心化和安全之間取得平衡 早於網科發展初期 人們為了避免過度弱欲強食 資源資訊分配不均 會致力推動去中心化社會 但元宇宙是超越圍道的社會 當中數據、貨幣、資訊的監管和現實不同 國際政治大學傳播學院教授林逸璇提出 元宇宙中加密貨幣、人工智能等主要以區塊鏈連結 去中心化說它可以自由 但對於弱勢沒有保障 導致生態環境陷入強者越強、弱者越弱的狀況 而出現放入息資本主義的災難 但是過度集中的資源可能會帶來不對等的權力和壟斷 最終階層分化進一步惡化 發展和過度發展是一線之差 想問有方同學 你認為現時的能源如何滿足於宇宙的發展和何持續性呢? 多謝各位 月方主便發展時間為4分10秒 無過時無需扣分 接著去到台上發問的環節 本先由甲方派出一位台上便員向月方主便提問 發文時間為1分鐘 之後月方主便有1分鐘時間準備 1分鐘時間作答 提問和準備時間一樣 在到限期前15秒中有一丁提示 丁 到中則有兩丁提示 丁丁 然後便會輪到月方派出位台上便員向隔方主便提問 在這裏請請評判留意你們填寫分數的次序 月方分指第一格 因此發言次序會是回答的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分數 我們現在先請隔方派出位台上便員發問 你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請向鏡頭示宴 準備好 3 2 1 丁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幫主便舉了很多發展宇宙有不同好處和便利的例子 如虛擬實境 外科培訓平台OSO 提供一個外科 提供給外科醫生一個沉淡 即是環境去練習手作操作為一個目的 醫生在零風險的情況下可以訓練到自己的技術 長遠來看醫學水平會不會上升 是否有方對醫學發展是進步了還是退步了呢 多謝各位 月方一分鐘的時間準備開始計時 謝謝你 謝謝你 好 謝謝 謝謝 叮叮, 預備時間結束, 請月光主便回答你一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整項鏡頭示意 請問看不看清楚? 3, 2, 1, 定 各位大家好, 首先先多謝有方的問題 有啊, 有方跟我說這個醫療是進步了 但是虛擬和現實世界的關連性又在哪呢? 有方又沒有說到 而且有方這個願景又如何發展成功, 如何延續下去呢? 有方又沒有交代, 有方都會說 因為地球上的資源是不足的 但是現實世界上這個資源是超過了地球所難可持續供給的50% 所以在現在資源這麼緊缺的世界上 連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都解決不了的時候 又要用這麼多的資源人才 然後去到一個虛擬的世界上 還要撈都撈不回的時候 浪費了這些資源, 為何算是一種福呢? 謝謝各位 然後去到粵方提問 可以派出一位台上邊緣發問 你一分鐘的時間準備好青銀鏡頭示意 請問聽得清不清楚? 3、2、1、丁 各位大家好 其實剛剛有方和我所說 原宇宙的發展帶來很多好處 但有方忽略了一個重點 就是我和前場所說的 原宇宙現在發展所需要的資源 和現實社會所做的科研 是發展的重疊狀況 如何發展到有方所說的位置 有方其實根本沒有論證到 所以最後, 在對方的標準之下 現況資源不足的前提之下 如何發展到有方所說的 一個未來能夠達到如此方便的情況 謝謝各位 各方主便便有1分鐘的時間準備好幾個次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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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1 主席评判 大家好 首先回答有方和我的问题 有方和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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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都承认了 发展元宇宙是有带来好处的 只不过是能源问题 所以才不发展 但是我们回看现货 现在发展元宇宙究竟缺乏什么资源 难道是有方和我的所说的低碳 有方和我的所说的电力之类的东西 多谢各位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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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寳明 我是否定方《一辜》的 好了 小事的 是 剛剛你們聽不到我說話 是啊,你點了一會兒 對不起,不好意思 答案一副,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準備好之後 是,可以 3,2,1,叮 主席、評判族族各位,大家好 聽了有方主編其實不難翻譯有方堂的 立略邏輯十分奇怪 首先有方堂堂來說什麼呢? 有方堂堂說會擔心AI滅世 有方堂堂堂 其實首先 現在人工智能其實都不是 現在人工智能和元宇宙都不是屬於尖爭的技術 但是發展元宇宙和人工智能滅世究竟有什麼關聯呢? 有方堂堂必須論證清楚 其次人工智能現在仍是依賴機器學習 距離發展到有自主情感應不有很大的距離 更不要說要毀滅世界 有點難的解 有方堂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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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堂審 譚 von有方堂堂堂堂GG 現在不是寫劇本 請你一樣用實際的數據去證明 為什麼總統一定會有滅世呢? 而有方堂堂堂當時所說的能源問題 首先想問我如果有那麼多一個問題 其实有方同学都知道原宇宙有好处的 只不过是担心资源问题 资源问题根本就不关于发展原宇宙的事 在这里再问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都知道现在资源有问题 但其实原宇宙正正是可以令到这些问题都解决 就好像我们不够炭不够石油的车和汽车这样 那我们就可以在原宇宙上班 那就解决到这个问题 其实说到尾 有方同学今天的立论传统想象 跟我们说什么有资源问题 又有什么AI灭世 但其实现在的技术怎么导致这些问题发生呢 有方同学说不到 为什么发展的出色必然会灭世呢 有方同学论不到 反之我认为基于现实已经有的原宇宙技术 运用去认证原宇宙 怎样辨利人类的生活 其实这样认证变体 2019年 现在加斯提出了应用程式EKEA Place 采用抗争实景的技术 让我们在家可以选择家具 只要用智能手机对着个厅 选择上买的沙发 就知道尺寸对不对 色格不够 用这个技术之后 我们就不用在厌不厌日之下 特意去门宵选购教师 更加不用担心买完 不似预期 发展原宇宙另一个核心 就是感官连结 这项技术简单来说 就可以用科技模擬 触角、臭角、尾角等 最近日本就研发了可以散发气味的电视 让我们在饮食节目的时候 都可以闻到现场食物的味道 技术发展成 之后 或者在宇宙的世界里面 都可以感受到现实的感觉 更多你想不到 甚至想不到的 也可以形容在科技身上 可见 发展原宇宙 推导科技夹生 让人类的生活更加方便 也体验到不同的活动 感受生活的乐趣 最后想找在座各位 如果我们每一个都很持有风格 那么悲观 担心资源问题 担心 AI会灭细 我想问 人类文明又如何进步呢 多谢各位 甲方第一副面 发展时间为2分57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这里最后 刚刚的小问题 不好意思 但如果来评判 如果听到中间有一段时间 评论了 可以去看一看 因为我不知道 原来我刚刚是 听不到我说话 接着去到 粤方的第一副面 你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示范示范 新闻听不清楚 3 2 1 叮 各位大家好 其实有方今天 轻视了过度发展的威胁 牛章大学人类未来研究所指出 如果由小数人在拥 控制住大部分人的思想和资源 这种极权主义 就会是全人类的危机 其实我们不妨可以想想 如果拥有你数据掌控一切资源的 不是一个人 而是人工智能 它同样可以制造核弹辐射 但不同的是科技不能理性地倾谈 它可以无预警地襲击 这个就是一众科学家所担猎的事情 就这样听好像很夸张 就好像有方和我都觉得 人工智能的技术都不是走到尖端 質疑我方是否写劇本 然而全球挑战基金会 全球毁灭报告2018指出 最有可能毁灭人类的十项威胁中 人工智能和陨石撞击 超级火山爆发等級别灾难一同上榜 到了2050年 人工智能有50巴仙的机率 在多数表现上等于人类 甚至超越人类的智慧 而未来战能战争带来的破坏 会比核战更加可怕 所以不难发现原来 有方今日铜鸟心态 沉醉在虚拟世界 逃避现实环境 不难发现有方有两大问题 第一 有方轻视能源危机 现在各个都以节约能源 减排低碳生活为目标 日本因为太阳能供应下降 而呼吁民众节约用电 英国希望2050年 达到温室气体零排放量 中国国家发展改革 新闻发言人万伟强调 虚拟货币挖矿的能源消耗和太盘放大 对产业发展、科技进步 都没有积极的带动作用 所以禁止了虚拟货币的使用 但有方的理想世界 偏偏就和各国所追求的背道而似 其实今天有方自打嘴巴 主便出来承认了其实资源有限 但转过头就跟我们说 要用那么多资源落入宇宙 有方就说 其实发文发展都会用到那么多资源 但问题是当资源现在是过于重调的时候 而有方就将大幅的资源投放在虚拟世界 反而忽视了现实的问题 元宇宙导致能源消耗上升 除了带出资源不足的问题 摊牌过高更是导致全球暖化 意大利天灾 或者是农着物失收而衍生的饥荒问题 今天连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满足不了 是不是就是复呢 第二 有方在漠视资源分配 要参与元宇宙的前提是 每一个国家都有相应的资源 然而现实情况是资源根本就不对等 中国能源研究中心指出 世界上还有高达12亿人 尚未获得现代的能源服务 即是连最基本的电力、食水资源都没有 到底元宇宙的出现如何改善这种情况呢 其实有方很自私 有方不是想方法去分配更多资源给有需要的人 反而是将资源更加分化 当现实中还有这么多问题未处理好的前提 去发展去如世界多有什么好处呢 有方主便就跟他说 其实元宇宙可以做手术 在里面进行培训 有利于医疗 但要发展得这么理想的前提 就是要有足够的资源去运作 但我方主便已经证实了元宇宙消耗的能源 比起可以再生的更多 又证明了资源的确是越来越短缺 就算真的要发展如旧方这么成熟也好 到底如何维持如何运作呢 其实右方都开始退了 对我方的论点都避而不探 我方就指出过度发展完以后 之后会带来的被操控 智能爆炸这些对人类的威胁 右方都没有回答过 根本就是在威胁人类的威胁 但右方都自知不理 多谢各位 月方第一副变发言时间为3分09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甲方第二副变 你有3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事宜 是准备好 3 2 1 兵 主席换助者各位 大家好 总结完前场 又可以反对变提主要物 基于现在能源于9米 现在外国正在行低碳 但其实现在正在行低碳 就代表不可以发展宇宙 两次之间是无关系的 今天有方的立场到底是什么 我方真的看不透 到第二个 不如我们疏离 譬如正反西方所说的福与和 千万和 一分钟不断 在说能源能源 但我方已经已经问过你 其实现在能源不够 是否就代表发展不到呢 有方是无论证过 无论证过 为何发展宇宙 情况一定会比现在更差 而发生到 有方 有方呢 其实 今年的下降 根本就不必要 如果只是因为 你所说 现在实际上的低碳 就不发展于宇宙的话 那是否我们只要 那是否我们 我们当时 如果只要见到少少禍 我们就不发展 那我们现在 科技 会变成什么呢 另外有方 除了说能源之后 不断跟我们说AI 其实我方一本 已经跟你说了 其实 人工智能和毁灭世界 根本就不合理的 根本 他们虽然都是尖尖技术 但是呢 有方又怎样去 有方呢 今天只不过是过度 过度幻想 觉得其实现在呢 现在 只要有AI发展 就一定会有 只要 只要发展而不愿走 就一定会有AI 但其实呢 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分别 而且不断跟我们说 有机会有机会 但是很论证 为什么有方 必须要论证清楚 如果呢 其实如果好像今天有方 我觉得 发展就一定会造成很多不同 不同 幻想很多不同的可能性出来 其实我们什么都不用发展过 电脑的出现 其实没有解决到现在 现实世界的罪案 所以是人类之祸 社交媒体没有解决到 贫富差距 所以又是人类之祸 因为有人炒洞股票 所以证券市场又是人类之祸 如果大家不觉得这样的说法很荒谬吗 果然 我不是要输打赢 它射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 我们要明白发展是要经历震通 但我们是要知道 为什么发展下去 会越来越好还是越来越差呢 其实有方今天出事了发展这两个字 只是觉得 现在不够的话就不要发展 一直不变 问题这样永远都解决不了 好,在圆宇宙里面 其实我们可以突破了现实的束缺 或者压制之后 我们的想象力 当然啦 有方今天的想象力真的很豐富 不如我们说AI 但其实这件事是不是真的会发生呢 现在的技术 是不是真的会令到AI会有灭势 这个可能呢 其实是不可能的 其实现在残疾人士 可以透过这个感官连结 和虚拟实景的系统 在圆宇宙里面打球 入水 磨了4G的感觉 圆宇宙里面都不会有银行 因为所有的交易都可以 和加密货币区块链做到 做到全新的经济体系 不单止在圆宇宙里面 可以进行现实没有的东西 甚至圆宇宙的发展 是可以反过来 帮助现实世界的 因为圆宇宙里面 可以把你喜欢的样子 即是你喜欢可以变成姜涛的样子 有些可以变成朱珠学的形象 可以带动减少歧视 用人真正的内在价值 可以定义每一个人 可以突破想象力的界限 可以文明发展 注入生意动力 多谢各位 隔方二复发言时间为3分15秒 无过时无需透分 接着又请月方第二复便 有三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整理镜头示意 请问一下清不清楚 3 2 1 兵 各位大家好 简单关于右方 今天右方就是就离避害了 右方说现况有医疗上的发展就叫做好 但面对右方说资源不足的前提 才是如何去解决 右方说其实不会用到现实的资源 右方不如跟我们说 难道圆宇宙的发展 我们用了机器不需要用电吗 右方说其实完全忽略了现实资源不足这个问题 右方说其实我们看到未来人工智能可能会造成一些问题 这个时候右方说现实的科技根本到不到 那个情况又做不到 所以右方是就离避害 就是说自己现况有的好处 而忽略了以后可能会造成的问题 如果想问右方 现况的资源不足之下 右方如何透过元宇宙 找更多资源给我们现实用 右方其实根本就是被重就轻 完全不顾及我们现实资源的不足 而来到二辅这个位置 不妨我们一起来看看元宇宙如何造成更大的影响 在现阶段 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 元宇宙的概念 只是一蓝指科技的新炒作 未至于让所有人有一个共识向未来发展 而著名的科幻作家三体的创作者劉慈指出 人类的发展往往都局限在资源和能源的有效性 要确保文明的不断发展 就必须把眼光放在资源无穷的宇宙 因为物理空间的知识水平直接决定了人类文明的高度 因此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和亚马逊创办人贝祖师 一直以来都探索 和太空科技技术公司SpaceX合作 认为探索物理的真实世界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进步 反而元宇宙只是停留在虚拟的科技层面 如何去改变真实世界人类所面对的资源问题 总之我们退一步进入元宇宙里面 都要讲求算力 和水电回游一样 没有了算力 那元宇宙就停止运转 所以算力等于财富 而控制算力就等于控制世界 但资源有限的前提之下 如何创造一个无尽的宇宙 另一方面 透过元宇宙的世界里面 对方也讲到是透过区块链的技术 这种可分散式的信任机制 创造了无限的信任 但当中的原因就在于 数码世界的资源是可以被创造 只要透过人工智能 就可以改变整个元宇宙的生态 其中数码货币也是一种可以被控制的算力 区块链雜字网纸行政总裁蕭广义表示 现实世界对于非同质化货币 就是NFP的影响非常之大 自由远派工作者能与充足提及 正正是因为区块链的去中心法 无政府的加密货币世界的分化 比全世界的金融环境更加分化 在不同的平台上只要针对大户而斥 赢者有更多好处 弱者只能够领导别人静下来的东西 这样的状况之下 不平等和阶级会迅速被拉开 在于虚拟货币是一个浮动的信用系统 虚拟世界也没有一个虚小性 所有的东西都是大众去评价值 有身份就有地位 但是问题就是 当一般人没有身份的时候 这种交易状态会令到 在元宇宙内分化的全部 有价值的人 就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有人买就贵 有人买就便宜 所以这个市场队友方同学来说 怎样叫回复呢 都是个位 越方二赴发现时间为3分10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到台下发问的环节 双方都会各有两个人发问 先请甲方派出一位台下便员提问 便员麻烦你开启镜头和来试咪 你用一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去镜头视频 还可以提出 你听闯的没有? 请不 burgers 他是否听到? 3 있고요 大家还有 今天欧方不断的说 发展远远是浪费资源 所以就是人类自和 其实很多方元发展都会用到资源 包括有方刚刚二负所说的 探索物理真实世界的太空科技 其实按照有方同学的逻辑 运用资源就等同于人类之和 是不是连所有的科研 太空发展 生物科技等不同的技术 都是浪费资源 都是人类之和呢 谢谢各位 有方现在有1分钟的预备时间 开始计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是不可以的 再者,其实现在其他科技发展所消耗的资源 和我们去发掘的能源和元宇宙是否一样呢? 其实其他科技发展都是为了减低能源的消耗 或者是发掘更多的再生能源 就像太阳能或者风能那样 是透过用少量的资源去满足人类的需要 延续人类的寿命 但是元宇宙根本就不可以 所以和元宇宙根本就不可以类比 今天有方根本就是把钱丢到行水海里面 把一些有用的资源放在一个无用的世界上 最重要的是当现在资源过于重叠的时候 元宇宙就把大部分有用的资源放在虚拟世界上 反而就扶持了现实的问题 摊排放量涨 全球暖化 天灾 农在物失收 饥荒问题等等 这些元宇宙一律都不处理 那今天是否连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满足不了 人类不可以生存 那是否也是福呢?多谢各位 然后请元宇宙派出一位台下便宇发问 请便宇宙开镜头和试咪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整个镜头事件 试咪试咪 请问听不听清楚 3 2 1 再者各位大家好 有方今天提出元宇宙打破歧视 所以是福 因为元宇宙可以选择自己的身份 年历 国籍等等 但是有方提出的根本就不是打破歧视 反而是越来越加深恶化问题 所谓平等在无论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互相尊重 而元宇宙只是迎合大众口味 黑人因为被歧视 所以在元宇宙做一个白人 想请有方论证 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方口中所谓的打破歧视的好处 如何可以现实反映出来呢? 隔方的一分钟的时间预备开始计辞 嗯 travailler 感谢观看 丁丁,准备时间结束,请隔方回答,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正向镜头示意 是,可以 3,2,1,丁 各位大家好,首先很感谢有方的提码,有方问我们,为什么他论证原意就变回报奇事 其实很简单的,因为在虚异世界里,你随时可以说你喜欢的形象 你可以用姜头的样子,你可以用蜘蛛盒的样子 因为每个人的样子都会变,就是靠你真正的内在的价值 你也不会有其事 其实有方今天就是担心不存在的问题 其实他们今天没有论证,为什么有方所说的会是人类之禍呢? 谢谢各位 接着有请隔方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请见人开起镜头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正向镜头示意 请问在座各位听不听到? 3,2,1,丁 主席,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有方同学觉得单单是元宇宙浪费资源是元宇宙 元宇宙是人类招惑的原因很简单 其实有方就是觉得因为元宇宙的技术 不可以在现实生活中被运用了 可惜我方主一二已经跟有方说了很多例子 例如区块链或者5G技术 如何有利于或者运用于现实生活中 其实说到尾,有方今天的立论 基本就是因为他们误以为了元宇宙的技术 是运用不到在现实生活中 好了,问有方同学 有方同学到底是不是觉得任何有关于元宇宙的技术 例如加密货币,人工智能,互联网 甚至不知道都应该立即停止 多谢各位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预备 开始计时 好, 别人 好, 别人 好, 别人 好, 你别人 好, 别人 好, 别人 好, 我就 Apps 准备时间结束,请月方派出一位电源回答 你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有记者示意 请问听得清不清楚 3,2,1,丁 各位各位大家好,其实刚刚有空寒室问我们 不过原宇宙的技术运用在生活当中难度不是一个护理吗? 其实原宇宙的技术的确能够运用在生活当中 但问题是有方需要理解的是 资源的运用是否能够这样的重叠性 现在有方和我所说的资源不会浪费 其实有方和我说是要透过现实的资源 瓜分到原宇宙才能够发展 我们看到其实现在区块链的技术之下 比特币的挖矿其实一年所用的电量 是超过一个550万人口的国家的使用量 这个时候这些资源难度不是用验识 我们可以使用的资源 瓜分到原宇宙 发展一些虚拟的东西 又不能够将虚拟世界里面的资源 运用回现实世界的时候 我们现实世界的资源一直被选耗 而不能够发掘更多的资源之下 有什么难度跟我们说 资源一直被消耗就叫做一个幅吗? 接着有请月光派出第二条台下发问 请同学开启镜头 请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先言 听不听到? 321丁 主持人 大家好 首先多谢有方已经设计了资源是有限 只是有方认为资源问题是一直存在的 还有原意就是无关 所以我方先举出了比如刘慈欣、NASA和SpaceX的资料 提出我们要用有限的资源 去探索这个宇宙 发现更多的可塞性能源 而非将这些重要的能源过度放在虚拟世界 所以理想是需要现在去支撑的 我们的科技发展都是为了这个现实去服务的 而有方提出要文明进步 所以有方向我解释 为什么无视了能源的危机 都是在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呢? 多谢各位 各方有一分钟的时间预备开始计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请隔方派车位便员回答 有一分钟的时间,准备好整个镜头示意 可以 3、2、1、丁 今天有方和我问我们无事能源问题是否文明进步 有方和我,我想跟你说,我们今天是没有无事能源的问题 今天我方只是想善用资源去开发一些更有用的东西 而我们今天开发的元宇宙 有方和我们说什么,非X可以探索宇宙 其实我想问有方和,其实在元宇宙里面都是可以探索宇宙的 那为什么不开发元宇宙呢? 而我方今天只是想善用资源去开发一些更有用的东西 谢谢 台下访问环子结束 现在到结变的准备时间 双方结变都一分钟的时间准备 开始计时 好 嗯 好了 很好 感谢观看 预备时间结束,我们先由月方结面总结,你有4分钟的时间,准备好请向镜头示意 好,可以 麻烦多试一下吗? 请问听不听到? 好,3,2,1,兵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两大问题,第一,有方不理解理想和现实往往都是不同 理想固然是好,但现实下是否真的那么好呢? 打个比方吧,理想的世界大家看超级英雄看多了都会很向往 见到世界有罪恶的发生,就想一个正义的英雄来保护我们 这是理想电影虚拟的世界里面告诉我们的东西 但现实世界,我们是不会希望有这个超级英雄超流灵者的出现 因为当他站在正义那边的时候,他会是一个超级英雄 但当他站在邪恶那边的时候,他就是一个威胁 他可以随便杀死我们,伤害我们 我们的生命只是草戒 所以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同时能力越大,威胁越大 一样,你想想,我们会希望发展元宇宙为我们世界带来便利 或者有方所说的,我们可以发挥我们的创造力 但现实根本不是这样 有方其实很搞笑 有方说可以在元宇宙发展 但是是人创造元宇宙,虽然人类可以在元宇宙里探入 可能是深入海洋1000公里,但毫无价值 就算里面有一些奇怪的生物都根本不真实 都要靠现实去发掘 有方要论值,人可以从元宇宙为现实带来的科研价值 可以为现实带来科研价值 如果是没有的话,怎会是福呢? 众所周知,现实元宇宙都是一个微识熟的阶段 很多东西都要靠我们的想象 不过硬件,云计算 再加上配合元宇宙发展的,例如人工智能云端服务5G行动通讯区块链 它们的环境成本十分之高 因此我方问有方,发展元宇宙在现实发展元宇宙所带来的风险 实实再在所带来的能源问题 阶层的分化在对比之下还是否一个福 有方无言以对,其实不难发现 有方明白今天发展元宇宙势必要牺牲环境加剧能源不足的问题 根本不是福 第二,有方不理解人的生理 在这个社会里面,大家所理解的元宇宙概念 是否全部都是从科技发展或是从虚拟实境所带来的创科去理解呢 其实不难发现,一般的人,譬如是游戏玩家 对于元宇宙的那种期望,很多时候都是从娱乐性质出发 对于根据美国媒体XO和市场研究院看公司Moment的调查展出 近7%的受访者为元宇宙这个概念 以及使用VR耳机和朋友和同事玩得那么兴奋 但超过三成的受访者认为元宇宙这个概念令他们感到害怕 其实六成的受访者就对元宇宙无感 问题是,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公众对于元宇宙都是一知半解 而他们的部分人这么拥药或者这么参与这件事 这么支持这件事 原因就是认为元宇宙很有趣 但他们同时忽视了的是背后的牺牲 有方说发展元宇宙对我们日常带来便利 那其实是否所有人都有共同的期待呢? 例如说,任务的发展是人类社会的共识期待 我们期待,期望任务的发展可以延长人类的寿命 人类来更健康,但在发展元宇宙的概念之下 很明显是分开了几排人 有些人是为了娱乐,有些人是为了创科 有些人是希望发展元宇宙 就是说有方理想未必会实现的原因 是未能够凌聚最核心的目的出来 为什么发展元宇宙为人类带来了福祉 所以可以说,现在发展元宇宙是一件万无目的 又消耗自然的事 而今的发展元宇宙,当初涉及庞大的资源和一定的技术 就例如大数据 而这些资源技术只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上 当这些资源越来越集中在一个小部分人身上的时候 这些小部分人就等同于掌握着人类的存亡 简单来说,人类可以被决定生死 而工具就是科技,或者好像黑板 为什么联合国不让国家研究 原因就是因为当一个国家拿到一个核弹的时候 它就可以威胁全世界 一样,言语就是以小部分人掌握 可以透过你的微表情 掌握你的思想 你对于事物的情绪引入你的选择 这对于人类的文明来说,究竟是福还是祸 引用刘慈欣的说法 人类的面前发展元宇有两条路 一条是向外,去通往星辰大海 为人类寻找更多的可能 以资源去创造资源 一条是向内,通往虚言现实 多谢各位 月方结变发展时间为4分05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最后有请隔方结变 你要4分钟的时间 准备好请后镜头示意 是,准备好星座各位听不听到 3,2,1,叮 主席,评判,座座各位,大家好 总结全场 其实今天有方同学完全没有认过我方所说的好处 科技带来的便利 只是一直担心够不够能源和资源去发展元宇宙 其实按照有方和我今天的逻辑 人类一开始根本就不需要发展 一切现今的科技都是浪费资源 那有方今天是否想全人类倒退回去石器时代 大家一起不要进步呢 而且我方主1,2已经说了很多次 现实资源怎么可以融入到元宇宙 但有方全场什么都不听不看 归立而言,今天双方最大的分歧就是对于科技 新事物的态度 我方主1,2已经和有方说了 科技会带来很多好处 但我方同学不听 只是有很多担心 担心什么呢 能源不够 人工资源会灭世 所以就悲观觉得 发展完宇宙 人类玩完世界没了 但个案的历史和我们说 这些担心其实都不会出现 我们由300万年前的史前石器时代开始 一直发展到现时的互联网世代 当中有数不尽的科技发明面世 2000年我们经历互联网千年重事件 当时社会担心电脑计算会出现错误 为文明带来末日 但最后其实想像的问题根本都没有发生 我方都不否认元宇宙的发展现况是有问题 是有漏洞 但是所有的事物都需要经过时间去发展 适应 就好像英国工业革命之初 都是因为社会制度未能够跟上发展的步伐 令很多受工业工人失业 甚至引发革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工业革命发展到黄金时期 社会制度开始完善 令当时的英国有正确腐败 卫生环境恶劣的地方 发展成为主导全球政治的日不乐帝国 更加是建立了日后科技发展的机制 改善人类整体生活 试想像下 站在工业革命之初 如果我们今天都好像有方同学那样 见到有人失业 有少少的问题 不够资源去发展 就断言说是人类之祸 拒绝发展 那社会是否真的可以进步到今时今日的模样呢? 同样今天讲元宇宙 我们是否在这个发展初期 见到有问题有漏洞 不够资源去发展 就担心你担心路 去否定元宇宙的远景 拒绝虚拟世界无限的可能性呢? 讲足全场 为何元宇宙那么值得我们去拥抱 去期待 我方说的可能性又会带来什么画面? 大家试想像下 在几十年后 我们可以自己坐在家 就可以用虚拟实境 和感官连结系统进入元宇宙 我们可以简直想要的性别 外貌去生活 甚至喜欢的话 可以变成一只熊猫 或者蜥蜴人 元宇宙里面充满着 不符合物理规则的建筑物 它们是由元宇宙建筑师专门去设计 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可以体验到 历史学家 或设身订造的活动 亲身经历世界多年来 大大小小的历史场景 想认识朋友 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不用坐飞机 都可以识到现实世界 来自不同国家的人 打破地理界限 人工智能系统 会帮我们自动翻译 打破语言的隔膜 在元宇宙里面 我们不会因为知道 对方在现实里面 是什么膚色 什么社会阶层 我们可以撇除社会标签 真实地和人交流 到最后 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融入成为元宇宙的世界公民 建立一条真正共用 平等的元宇宙村 希望有朝一日 在座各位都可以戴上 VR眼镜 进入元宇宙 享受属于大家的第二人生 多谢各位 座方杰面发言时间为3分37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比赛来到这里告一段落 但我们 我们评判如果是填名分子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说 但在把握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现在先请了第一位的评判 我们有请南田圣火六中学中文辩论队 教练黄可乔小姐 为大家给一些评论 有请 大家听不听到 好的 好 首先要理论 其实我对这个题目 其实不是很清楚 看看如果一些很内容上的东西 会不会看到后面的两位平方 给多一点评语 但我想先说一说一些 我一路听下去 一路在我脑中弹出的问题 先说正主 你们前面都铺牌得很多 有解释到究竟你们想的元宇宙 例如要用什么技术 你们甚至有一个终极愿景 希望它是一个不雅于现实的一个世界 但是你们一路说下去的论点 就会比方在想 究竟你们是想发展的是某一项的技术 例如你们的point one 你们有说到成绩表 可以安全地去发放 但是virtually的发放 然后你也会说 你做手术的话 你现在可以模拟去做这些手术去练习 那我就听下去 这些好像是一些都很现在发生的东西 我会想知道 你所谓的对未来的那种想法是怎么样 你究竟你的元宇宙是纯粹一堆 混合了不同的技术加起来 所以各样东西都有些好处 所以我们就应该做还是怎么样 接着你的第二个论点 你们是说那一刻是没有说下去的 其实你们一路全场重复的就是医疗 接着你们本身说的那些打不打破物理空间 建筑结构 你们是没有再说下去的 所以那些话我就 我第一次听完之后 我就好像 我只是理解到的东西就好像是一个透视图 所以我就不太明白 那个所谓的新的突破在哪里 你们也有继续说到性别和种族的问题 那么OK 然后去到一个就是那些权力中心化 说第三方机构交易 不需要第三方机构 你可以点对点 这件事是两边都有说过的一个概念 但是我听听一下就开始不太明白 但是好像没什么能处理到 那别人就就这样重复了去中心化 权力 然后就结束了 所以我就不是很实际上 我可以真是很理解到的 那个所谓的好处 是在哪里或者坏处在哪里 接着呢 就到反主了 反主就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资讯 但是呢 我有些的时候 我是联系不到 例如你最开始有说到 好像有八大的会令到我的感受会不同 或者我的经验会不同 首先我是抄不完 然后也不是很知道 八大和后面的关系是什么 然后你们有弱略地提到 其实你都需要一些设备上 要有很好的东西 例如有电池 你要装置 但是我们现在的电池就没做到 这个也是一个没有延伸下去的东西 好 然后你就提出了 灭亡的机率 就是 就是 恒星撞下来的机率 比科技更低 令到我们灭亡 但是你只是提出了这件事 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用得太多资源 还是那些智能的问题 你只是说了科技会令到我们灭亡 然后你就提出了一个智能爆炸的概念 我的理解就是太快 我们写了太快 所以我不是很明白所谓的智能爆炸 真的怎么样 好 所以反主的开头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资讯 但是我不是很明白 你最后想表达的就是好像是 不科技要很多的资源 然后就会灭亡了我们 然后你们那两个点 我会有一点觉得反方全场 都是有些问题是问得挺好的 但是 你们没有真是很推下去 去推或者去真是分析回 对面是即是想怎样 例如你们不断重复了我们会用很多资源 例如你们不断的那个已经超过了 我们可以承受的50%的这份料 我会想的就是 你们想证明的东西究竟是 它是一个用很多资源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不做了 还是根本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发展到 好像有方同学所做的那个元宇宙 其实我们的地球已经会灭亡了 因为我们已经不够资源去做下去了 所以我说这些话是推得不够多 以至就会不断的给对面问 那你是否什么都不发展 是否所有的科技发展都是错 那就是因为 所以我本身就觉得你可以 就是想探索一下这些问题 就是 因为对面打打一下 听下去 是他们要做的那样东西是越来越多的 例如是你要可以改变你的 identity 在那里上班 甚至去到结变 你可以经历一些历史的长年 可以立刻和其他人改变 你可以做到语言翻译 去一个第二人生 所以它理论上需要的能源 我都会觉得 我同意是会更多的 但是你们又没有推下去 就是那是否因为它 最后会做不到那些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扔下去 那些钱就只有那一桿了 所以我觉得这些可以推多一点 然后到你的第二个论点 我不知道是否我理解不了 你们的主题文字好像有安全这件事 但我不知道下面那些东西 和安全有什么关系 因为我听到后面就是那些 就是说弱势务保障 集中资源会垄断的问题 那也是和你们后面的 参考的说法也是一样的 例如是 去到义父的底告 你都会说了很多 你有算力就是财富 那些人买你那样东西就贵 没有人买他就会便宜 有身份就有地位 接着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 现在也是这样而已 那你所以觉得怎么样 你觉得我们做一个新的元宇宙出来的时候 不应该有这个问题 还是你觉得多了元宇宙的问题会恶化 还是怎么样 这个就会有些 你们说了一些现实都有的情况的时候 我就不太明白你们的感觉是怎么样 接着那两条Q 那两条Q 正方就问是否 医疗是否进步 反方就说是进步 不过不知道有什么关系 对了 你就说不知道 那些虽然和现实有什么关系 这件事都是一个你们 后面才有慢慢再完整些去滲出来的东西 你们有时会想说 有些东西你在元宇宙做到 你在现实上不一定做到 但是正方有时的想法就是觉得 有些东西在元宇宙做到就可以了 在现实的时候是不需要做到的 所以我会觉得听一听就会是一个 我不知道是有一边对有一边错 还是纯粹是你发展元宇宙 它是一个过程 可能你是一个有不同的阶段 可能在某些阶段的时候我们会希望 例如前期的阶段 好像现在这样 你首先就是发展一堆科技 可能各自科技有发展 然后你再做到一个类似于宇宙 你开始把东西混合的时候 但是你不会立即没有了现实世界 那 然后可能在这个阶段会怎样呢 可能他们两个可以怎样互相帮忙 还是互相令到大家一起灭亡 还是去到最后才是有了元宇宙 之后就不需要有个现实世界 那 这个不同的分野都会令到我在想 你们有时在说的 究竟在时间上有不同 还是怎样 所以就会有些混乱 然后反方继续重复 是一半的资源 然后就浪费了资源 然后你的问题也是问资源 正方就回答了 发不发展都是没有了资源的 我会觉得是 怪怪的 第一次听的这个说法 就是你好像 说到 因为我会觉得反方自己都没有 就是刚才说的 他在主编的时候说的那些 597座中心 究竟你之后要做的 可能要起59,700座中心 所以 然后你每一座中心都是比普通的商业大厦要多50倍 可能你是说 是供应 不知道可能全世界的人多久的用电 你才可以做到 所以 所以 那个发不发展都会没有资源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 你好像说 那我们要揽炒 不要紧了 那我们始终都可以做一些东西 那加速了 是不是一个问题 这个是反方应该要问 但是反方没有问到 好 这个就去到台上发问 对不起 有点长 然后就到一座了 然后正一呢 就打了那个AI灭世的东西 你就说危言耸挺 那 因为反方没有问 但是我自己会有个言论的 就是 你提及到AI 现在暂时还是机器学习 它去到自主学习还需要一些时间 但是我想知道的是 你理想中的元宇宙 究竟需要那个AI是继续做机器的学习 还是你是希望它做到自主学习 或者它是不是要做到自主学习 才能够做到 就是你最全世界的元宇宙 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 你就不可以就这样说对面是危言耸挺的 你要解释给我听 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做到那个地步 因为 就是 我自己有时候都会听 不知道这些是假新闻还是怎么样 就是 会说AI很危险 然后有些开始 不那么快去发展AI 或者要发展得慢些 可能要了解多些才会继续去 所以我觉得 当然如果大家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想一下 怎样可以和你自己的元宇去分析 你现在的答案给我 我就是一个不是跟着线的 就这样即时想的反驳 然后 第二个 你继续说回能源 你就是说 都是说回 不发展是否就没事 你就是说了一个位置 就是说 其实我发展元宇宙 都可以解决到 现在的一些能源问题 例如是那些 用炭 那些 我们就是元宇宙上班 但是我会觉得 以普通误言而言 可能是我对于元宇宙的时候 就真的太不了解了 用元宇宙去上班 不是理论上用的电 应该会更加多 或者它为什么会更加少 你就突然说 我们用了元宇宙 用了元宇宙 就好像不需要那么多能源 但是 你整个世界 都有一个 virtual的世界 那它不是应该会 用到很多电的吗 这样 所以这是我一个纯粹的疑问 好 接着之后 你的底稿就读了一些 科技 就是IKEA 和气味电视 那我就会想 这个就是一个 现在都有的技术 所以你就会觉得 现在这些 我们已经是 叫做发展着元宇宙 所以就已经在覆了 这个也是 我不知道是 纯粹是反方条线 不是这样打定 我本身会觉得 有一个 定义上的问题 我觉得是 听听下 我会想的就是 我发展了某些的技术 是不是就等于我发展了元宇宙 就是 怎样去证明到 就是刚才说 为何要证明到 将些东西混合在一起 作用在哪里 而不是只是 个别的技术有什么好处 这样 还有 我会建议 有些 就是有些 铺牌上前后的问题 就是 听下去的 义父讲的 那些残疾 歧视 是有些 真的 很基础的 性质 就会更好 就会比起 气味电视 和 容易些 买 买梳化 会来得更好 所以可能要调一点转 那些位置 好 然后就到反应了 好 哦 对了 你就有 尝试去解释 那个AI是一个 它拥有很多能力 但是它会很不理性 那它们就没得和它谈判 那它就会毁灭了地球 那 你就说了有份料 就是有50%的机会 是它们会超越到人类的智慧 那 你就是说了 发展AI可能会有的事 但是这个我都会 就是觉得你应该要 连回到元宇宙 就是对面需要的那个元宇宙 究竟会不会是令到AI 需要有超越人类的智慧呢? 或者在对面的元宇宙来说 是否就是AI会说了事 又没有其他人说了事呢? 另一件事就是 这件事是正方能不能够阻止的呢? 就是我会有时候 就是那个 例如之前那些科幻的戏 都是说 就是 是个机器自己 学会了某些东西 是人类都停止不了的 那这个会不会是一个 一去没有回头的事呢? 但是这个就是 suppose是你们要问 而不是读了那些料 那我要知道那是怎样 接着之后 是的 接着你就说了 那个能力的问题 就说到挖矿呢 其实是用很多资源的 那我会觉得 这个也是一个 要夹在一起说的东西 就是你是不是觉得挖矿 是很没用的? 你觉得虚拟货币 这件事是垃圾来的 所以你就觉得 我们现在浪费了那么多钱 做了一些垃圾 所以我们就不应该做了 而不是只是说 我做了这件事 会浪费很多资源 是的 接着 因为如果那件事是很有用 例如 今天假设那条片 不是元宇宙 它是一个 可能我发展了 就会令到人类灭幕 或者我发展的那件事 就是令到我找到 我的再生能源 这样的话 就算用很多钱的话 可能都应该要做 是的 这样 接着之后 你们有提及到的 你们就说不是 你们就说是令到 就是做这件事 令到基本的生存条件都 都毁灭了 就是你又说到那些全球暖化 我觉得这些又是一些 没有展示到去说的概念 就是你好像想说 现在世界上 还有更多更重要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做了 而不是把钱放进去 发展元宇宙 是的 但我们就不是 我只是听到全球暖化 还有有些地方没有电用 和没有水用 好像就是这样 接着之后 手术你就问他 你怎样可以维持 接着你就再重复了一次自动爆炸 是的 你只是重复了这个 所以我也是 继续是比不太多分 接着到正义了 好 接着是重复的 那个就说 是不是现在 就什么都不发展 因为能源问题 接着你AI也是说有机会 接着你就说 各样东西都可能会有些问题 例如证券市场都可能有人炒洞 就说有阵痛 接着发展就可以突破速波 接着就残疾 就歧视了 是循璇 对了 好 接着之后 反而 我觉得反而有尝试 是想问到某些问题 但是你问得很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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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你会问的 究竟现实的技术 是否有更多更多更多的资源 才会做到 那是否 其实我们没有可能做到 所以你想想的 真实是假设 接着 你就说了Tesla 那些 他们就用太空科技 做些物理真实的东西 这样 我会 的问题 我不知道是 我那时听漏了 我是去到后面才知道 那个太空是去找再生能源 可能是我听漏了 所以我那时候 是不太明白 是怎样 接着 你出了一条标准 就是你觉得要改善到现实 这件事是 你们前面是没有说的 接着就说了 算力财富的事情 我刚刚已经说了 就是那些 哦 还有那个 你说blockchain 是可以 应该是加强信任 但是接着说 又说AI又可以改 至于那个 去中心化 那些 那些问题 是你们 很 那些叫什么呢 就是你们说了很多的 套语 或者你真的只是 重复了很多那些 我不是很知道 实际上是怎样 还有 这样打一打一打 我就会在想 那你是否觉得 我们完全不应该做 某些东西 还是你们会觉得我发展了blockchain 但是不应该 就是blockchain 有好处 但是blockchain 不应该这样用 或者不应该是你那种用法的元宇宙 接着就 到台下 是有些问题 是问得挺好的 例如 第二 是不是第一条 是的 正方的第一条 你直接问是否全部的发展都是浪费 我觉得是问得挺好的 是的 因为这是一个一条台上 没有直接问过的问题 然后 之后 是的 之后突然间 反方就有一个 新的一条标准 你就说 我们决定 发不发展一个科技 就是要看一下它的 能不能够令到 你觉得现在做的 一些科技发展是令到 现在要用的资源少了 所以它是应该要做的 这个也是一个 暂身的概念 而是去到台下的时候才出 那我就会觉得 是否要想想 放在前面 然后去展示 然后令到你们可以早点 就解决了这个立场上的问题 究竟 发展元宇宙 和其他的科技发展 是有没有分别 这样 接着之后 但是 我本身也希望 你会去尝试 拿一下对面问的那些例子 去说它怎样 不是减少了用资源 或者你们会觉得 哪些才是减少了资源的科技 例如有些生物科技 我也不知道 它是属于哪一种 接着之后 反方的第一条Q 都问得挺好的 你就说了那个歧视的问题 我们要做的 应该是令到所有膚色的人 都被受尊重 而不是在言语杂面 改了我的膚色 接着之后 正方的突然的答案 就好像给我的感觉就是 那个情况是没有了现实世界的 就是我在第二世界的 选择的外观 即我的外表 我的膚色 我的背景 就是我的人生 这样 那这个是一个 我本身会 可能会想听 可能反方说多些 这个没有现实世界的选择 是不是其实是不存在的 即是 是不是大家好像那些看电影 你进入了虚拟世界之后 那现实世界的我 就永远都留在家 这个我也觉得是要探索一下 但是 然后反方也没有再去 这件事情 接着之后 去到后面 那两条就是一些 比较重复的问题 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反方第二条 反方第二条的问题就是 问是否无视了现在的危机 是否应该要找了更多的能源 那这里会有第一个问题 就是 所以你反方突然在论证的那个时间线 就是用现在去 开始做 就是 其实正方都可以想自己的时间线是想怎样 就是 你发展的圆远在理 都不是要 现在就 说一次过要发展所有东西 全部资源都放进去 那你可以是有时间表的 所以 对于反方来说 他是不是要先找了可再生资源 那我的答案就是 是 那我们就一起做 或者你会觉得 就是有好处的 到后面 那我们找完再生能源 那我们就可以走 那 所以我本身期望了这个答案 所以反方自己也要想的 就是他们突然推的时间线 就是这个时刻要发展了 所以正方都可以想想 第二件事就是 然后 正方的答案是 但是 突然说了 你做了元宇宙都可以探索宇宙 不是 这个纯粹是 我理解不了是怎么运作的东西 是的 所以我就打了个问号 那因为 那个感觉就好像你说 那元宇宙里面都可以有个太空 那我们探索元宇宙的太空就可以了 那我就会想 那元宇宙的太空和现实的太空是一样的 那所以我就有些疑问了 又是 好 终于去到这边了 嗯 好 你们都只是两边都是重复了 嗯 接着说了一些新的例子 接着说了一些人 支持是因为觉得他有趣 接着又说回 big data 即樊一杰也是说回 big data 都是小部分人控制到某些东西 就会好 就是他们就会控制所有东西 那我的问题都是是不是跟现在一样 然后所以我本身都会希望 政府可以解释一下 即是你们的 愿景 或者是你们的那个元宇宙里面 是怎样令到大家都有权力 还有 是的 接着 反方有些再想的一些问题就是 真心也是 但是我不知道它实际的操作是怎样 那比如说 美国很努力地发展这个元宇宙的概念 那究竟是 接着会怎样 那美国发展了 那美国变化了 那其他国家又怎样 就是究竟元宇宙是 这个也是 所以又是那个过程的问题 就是 反方会不会可以想想的 就是 就是 你认为一个新的宇宙 应该是想 避免一些 现在这个宇宙 会发生的一些问题 但是 如果在它的发展 会令到 可能一些贫穷国家 是先天条件 它就一定会被人辞 那是不是只是 你的现实没有改变 只不过你是 大家玩的那个 online game 好像就会和现实一样 那为什么这个会对人类是有福 就是 就是 那些都可以 探索一下 那 我应该 只说到这里 好 那就交给 后面的两位提判 好 谢谢黄小姐 接着我们有请 可峰中学中文辩论队 负责老师 李滨胜先生 可以做一些分享 有请 大家好 请问听不听到 听到 是 说一说 我觉得这次的辩题 其实对中学生来说 是很不容易掌握的 因为 本身呢 它是包含很多 现在的技术 以及 将来的会发展的技术 然后就是 其实大家 未来的发展方面 其实都有很多人说过 很多种说法 其实我自己都不是很清楚 因为我和那一队 都拍过一两天 这一条我发现 就是那些 form 3 form 4 form 5 对这条题目的认知度 在接近例子 因为真的很新的 所以都辛苦大家了 就是尝试了解一下 我们说的未来 其中一个最大发展的方向 就是元宇宙 那我自己觉得 在主线建构那里 其实隔方 都很合理的 就是说那个 波及发展 和建立生活 那刚才另外一个评论 都有说到 其实我觉得 说的那些例子 如果能够从一些 不是 就是除了生活上 都是真的帮到 现在生活 是更加重要的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可能 独立地 VR AR 其实都可能 在做一些医疗虚言手术的 但是 为什么要放在元宇宙那里用呢 因为他们本身的技术 可以放在元宇宙 可言放在元宇宙 那如果放在元宇宙的话 其实比起独立 用某一些最新的技术去做 其实分别在哪里呢 其实我觉得 如果做隔方能够 在那个一二库的论定过程当中 可以多说一些 就会对主线的建构更加好 那当然了 因为其实 月光都没有在这一方面 原来元宇宙 好像隔方就觉得理想 当然 宇宙就包了现在最新的科技 那月光其实有没有问过 其实不放在元宇宙里面 这些最新科技 是不是都帮到人类 如果是帮到人类 其实是不需要 一定放在元宇宙里面的 所以我期望一二库 如果要再去做一个继续建构 在主线建构那里 其实是可以多说一些 但是不是特别听到 然后隔方都再去描绘 那个未来 就是说第二二人争 就是打破的现实限制 那我也觉得这个位置 在主线那里是说得很好 但是如果你留意一二库 可能比较多时间去打rebuckle的时候 其实 放时间下去建构 当然想法的概念很复杂 我觉得就做得不是非常好 究竟怎样为之是第二人争呢 我到时听到好像是想上学 另外会有自己 自己喜欢的一个 自己喜欢的头像 或者自己的身影 就已经觉得一个人类的进步 是有最大的自由度和安全性 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新闻 最近说在元宇宙里面 有些女孩子被人非礼 当然被人非礼 也不知道是否真的是女孩子 可以是男人 扮女人 那是否真的想象中那么安全 所以也是一个有趣的 去展开这个问题 那在月邦的主线建构那里 我都赞同第一位评判所说 就是说了八个指标那里 就是多到抄不到 因为我自己打面论的时候 可能有时候我们都会选一些 我觉得最重要的两三个 评判抄到 然后就咬着那个标准去打 那就会容易一些 因为太多新的知识 然后又太多东西要抄 我甚至在电脑打一次 我也打不及 所以想想在你们建构主线的时候 会不会考虑 可能选一些你觉得最重要的 或者是对你最有利的一些定义 然后抽出来 然后就做一个精彩 比一次我说了那么多 然后去到最后 原来在整个过程中 又感受不了 然后又未必可以写得 就是评判又抄不及 那样 那比分那里就比较困难 那有趣的是 月方那个站方 是有点觉得元宇宙 是会带来那个科技毁灭世界 那我这个时候 我的脑袋又出现了 就是如果不用元宇宙去比较 发展科技 那但是 Machine Learning AI Intelligence 是不一定需要用元宇宙 作为一个平台的 那他们都是会发展下去的 那就是是不是 其实没有元宇宙 都会毁灭世界的话呢 那月方的立场 在你们心目中 是不是其实觉得 这些所有科技都不应该再发展呢 其实我觉得隔方 是有责任去问他 因为你要拆散一些东西 然后隔方很快就不会的 因为未来会越来越好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位置 那个论证是有点不太全面 我自己觉得 还有第二个方面我都听不明白 就是在去中心化和安全当中 取得平衡 去中心化就是说blockchain的技术 安全 然后就说对弱势没有保障 没有对等的权力 就是那个平台去讨论 那些位置的时候 我抄到都是很呆滞 可能我自己的认知都不是很多 所以就变成了一路抄一路 就不知道自己在抄筆 那我觉得有时候 我自己做教练或者老师 去带一些辩题的时候 我自己看很多资料之后 如果我们打一些越重要的比赛 真的要当那个评判是一个白质 要用最简单的字眼 用最简单的逻辑去说服那个评判 那这次的东西是深的 但是我觉得要化繁为简 是其中一个功力大家要学习的 如果不是的话 就是听下去其实真的有些困难 那就是再说一二库的发展 其实我觉得甲方在问月方提出 那个反驳那里 是有一个位置问得不够多 就是就是月方经常都会说 喂 元宇宙呢 其实最大的那个樽颈位的发展 就是那个能源 那现在甲方不可以多问多些 或者其实按你们自己对那个世界 那个能源发展趋势 其实你们有没有做过研究呢 是不是其实现在很多国家都在说 说未来是不再烧煤呀 不再用天然气呀 很多都打算用可作新能源 特别是欧洲国家这样 欧盟这样 那其实是不是in the long run 就是人类的技术在科技的发展 在能源科技的发展 其实已经可以某程度是去到 用一些新能源 可作新能源是可以确保无限量 或者是能够应付到那个元宇宙的要求呢 还有元宇宙的要求的电量那么大 是不是其实近期或者近期是挖矿呢 就是挖矿 挖那个crypto currency 是会很好电的嘛 但是命听那个元宇宙 是不是跟挖矿是同一个能源level呢 那我自己都没有看到那些资料 那就是我觉得 革方其实可以勇敢点去问那个问题 就是好像去到比较后期 在那个对那个能源那个樽颈的回应 才开始 好像在台下法文才比较直接的出现 是不是没有砍过这个呢 就是这条线没有砍过呢 那我觉得就算没有砍过 你也是可以走出来问 喂 谁说能源不够 那能源不够 其实人类的科技发展 我们有个期望 未来有个发展趋势 是不是在可作真能源 太阳能 风能 水能等等 都可以更加好地利用呢 其实我觉得如果可以勇敢点去问 这个这样的粤方的主线的话 其实我觉得对你们的分数建构 都是有更加好 那粤方去到后期呢 有一个点我不知道我没有听错 就是其实你们比较实际上讲出来 就是把有用的资源放在虚拟世界 就等于是浪费了的 但是我去听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位置是有少少推得太尽 因为在虚拟世界 刚才譬如说 隔方都会讲到 可能帮残疾人士 或者帮医疗等等 其实那里都有很多有用的东西 就是虚拟世界的东西 其实对现实生活是有帮助的 所以如果月方那个站方 似乎会觉得虚拟世界都是邪恶的 就是都不应该再将有用资源放在那里 那如果我们再退一半步去想 其实我们现在上网都在用资源放在电 那这个都某程度上是一个虚拟世界 不过不是一个原宇宙的虚拟世界 所以我就觉得在这个位置呢 其实就 推得太尽了 就是是不是你们的月方 是觉得 所有原宇宙的虚拟世界都应该停止 还有所有的好处都是 overweight不到利处呢 那最后就是想讲一讲那个 隔方去讲那个 打破现实限制的第二人生呢 我觉得其实那个伦政都颇为薄弱的 就是哎呀我们就可以换Skin 就可以没有了那个歧视了 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一些这样的平台发展下去 很多时候都是讲资源的 就是会不会好像打机那样 你是要有钱人啊 你有多些资源呢 你才可以有多些filter 或者多些不同的在虚拟世界里面的一些道具 其实某程度上都是一种群负源树 或者都是一种不同的歧视 就是我觉得第二个世界 我就有得换自己的头像 就等于没有歧视 这件事其实我觉得 就是对于初原宇宙那个 整体那个发展那个论定 就好像很片面很表面 大约就是这样 都辛苦了大家去复杂 这么复杂的范围 这么阔的一个变题 谢谢 谢谢你老师 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天主教育 崇德英文书院粤语辯论队教练 梁希怡先生 可以帮大家做一些分享 有请 是 刚才两位评判都说了 关于很多东西 如果我稍后再重复一点 大家不要介意 那我直接说重点 那我先说粤方 我觉得 看完整场比赛 我觉得粤方的 对粤方的前立场来说 其实就是觉得 既然现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 应该把资源在有加有用的地方 那你们就有说过包括有用的地方 是什么 例如是 你们说用这些资源 找更多持续性的资源 又或者帮一些有需要的人 这个应该是 但是我觉得这个立场 但是这个立场 我觉得是 感觉太迟才能感受得到 因为感觉上一二负 面对着对面任何的反驳也好 任何的反驳也好 任何的反驳也好 都是禁制式地说 那你未来想怎样 未来没有资源 就算现在有好处 就算现在有好处 有那么多尼处 尼处 真人类之福 也好 未来做不到 那未来都是玩的 我觉得是很禁制式地 跳了去这个位置 但是我觉得 本身作为一二负 都可以再推多一步 就是说 那其实这些资源可以放在哪里 那你们都有提到 例如现在一些人 例如一些贫穷国家 根本就没有变的 根本就去不到这个言语 就不会感受得到 言语就大的好处 所以这些资源可能一来 可以帮助他们 尤其是你们不断地说 既然资源有限 这样 要不然把资源放在更加有用的地方 发现更加多资源等等 所以我想这些东西 其实可以前往早一点出 以至于可以对比到 其实今天正方说的这些言语 都只不过 我知你这么说 是停留在这个虚拟世界里面 对于实际没有帮助的 但是既然将这些资源 放在其他东西上 反而更加能够帮助 整个现实世界的运作 帮助到每一个人 这个更加好 这个才是真正做到 人类之和 既然你今天做不到这些东西 的话 将这些东西放在没有的地方 就是人类之和 这个就是你们 成场比赛的那个立场 但是我认为这些东西 是应该早一点表现出来的 不是的 是的 因为去到台客发明的时候 才出现这种说法 所以我认为反方 这个是其中一个重点 第二个重点就是 对面也有提到 其实对面也有提到 其实现时原宇宙底下 也有些资源 也有些技术 是有用的 但是我都会好像刚刚 有评论 我会有些质疑 就是他们今天 口中所说的这些例子 这些技术 是否真的 直接等于原宇宙呢 例如 有些东西 还是只是AR 或者是 只是说 闻到尾 我不知道 可能是感官上的 这种体验 虽然原宇宙底下的确是 的确是包含这些要素 你们双方都有提到 但是不等于 只是发展一样东西 就等于发展 这个东西就等于发展 原宇宙 我觉得两样东西是可以分开去看的 以至于其实 那种重点就是 究竟原宇宙底下 有些什么重点呢 这件事情 其实我觉得 双方是没有 特意去 特意去提出 究竟有些什么 即是原宇宙 原宇宙究竟有些什么 就是拋了一个一句 就是 是无疑现实的 平衡现实的 和或者那个白带要素 但是那个白带要素 对于情人比赛来 都没有用 所以我觉得 那种重点就是 究竟如何能够 抓到原宇宙 即是对面也好 究竟原宇宙有什么特点 以至于 其实不是单纯 只是说 我发展AR 就得来发展原宇宙 我发展VR AR也得来发展原宇宙 等等 所以这个可以区分得出来 以至于 反方越来面对对方 是这样 这些技术 这些技术等等 重点不是发展这些技术 而是将这些技术 融为一体 放在一个 完全虚拟的平台 这个世界底下 究竟这个影响在什么 这个是可以 反方可以再去 尝试去斟酌一下 但是 我认为 第二个论点 我个人认为 其实 我都觉得有点难明白 我觉得 与其用这些区块链等等 其实我觉得 结变有一个说法 我觉得 可以给前面再去 前面再说多些 就是 其实面对着 去中心 即使是去中心 也好 其实 现在的原意就是 被一些大公司垄断 既然被大公司垄断了 所以 你今天 这个原意就 反而是会 暴露更多自己的 個人私人出来 因为 好像 刚才 我提到 原来这些 不论是 他们的表情 或者他们的思想 等等 他们一脚一脚 都会被 这些 都有机会被 原意就 或者被大公司 去记录到 那就麻烦了 这些事情 其实可以早点出 还有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其实 反方面对着 对面很多的执问 或者对面很多的论点 都好 其实都是 争取在 远境 未来来 未来有机会 AI会垄断 未来 有机会用光 那就麻烦了 那你能否解释这些问题 你们会这样去论证 但我觉得 这样去反驳是合理的 但去到 可能 异负外台下的时候 不应该再 再断着在过去 然后其实 你也必须要做到 削离的效果 就是 针对着现在 他在说的例子 其实都是很快的 有机会 原意就都是没有用的 好像你 好像只是打下机 那样 你们有需要去做到 削离这个效果 而至于 就是 忽略是现在 发展中的原意就 是 人类之和 是没有用的 不是人类之福的 而至于去到 未来 一个完整的原意就 会是一个人类之和 我觉得是可以 做到一个这样的区分 我觉得 越方就是这样 针对隔方 先说隔方对于原意就 发展原意就是什么 我觉得今天 隔方对于原意就的 应用上 其实我觉得是不够的 我觉得是可以说得更加多 因为今天你们开了一个谈 就是说 是要提升到生活的 以及 好像要呈现到人类的价值出来 就是听上去好像很 很文观的 好像很 好像很劲 但是 看回 主变的时候 就说了几个例子 但到后面的时候 这些例子就变得好像 好像很弱 好像不是很重要的一些东西 就好像是做一些AR 或者你闻了一些味 或者纯粹只是给你在网上交友 用一个不是你的 可以隐藏你的身份地去交友 就是这些应用 对比起今天 越方在不断说 人类的资源即将很尽 人类有机会被电脑毁灭的时候 今天是否真的值得冒着这些风险 去纯粹被人认识多些朋友 或者纯粹被人去看看 那个傢俩是怎么样 我觉得在这样的对比之下 隔方是一定会输舌的 所以是需要想一下究竟 有些什么其他应用上 是能够表现得出 所以今天这些技术 像你所说的 这些技术不是单止是停留在这个虚拟世界 当然是可以应用现实世界 帮助现实世界的人 其实你们可以想一下 我去看回的其实就是 元宇宙这个技术 其实现在很多公司都在做 或者甚至有不同的国家 都开始研究着 如何引入元宇宙的技术 去解决一些 他们自己的城市上的问题 因为元宇宙底下 不是单纯只是 带着一个headset 然后就去认识人 聊聊天 然后背后就是 让互联网更开放 互联网可以做 比方说的是 在互联网的互联网更加热 而互联网更加热 互联网更加热 互联网更加热 即是把自己的城市放進去圓裔底下 再提供服務等等 這些地方其實都可以變得出 今天所說的圓裔就是這些 發展圓裔的好處不是單止 只是可能認識別人 就是停留在跟別人交往的社交上的一種東西 而是說在社會層面、國家層面 甚至世界層面上都是有用的 以至於可以論定說 今天把資源放進去 其實是真的值得的 是真的能夠達到人民之福的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 教方可以再去推展的一個方向 其次就是 針對資源問題 就是他們不斷地帶來資源問題 我覺得就正如評估這樣說 我覺得第一條頭的發問 正正就是問到那樣東西 就是有時候這樣才可以抓 我覺得教方跟他們也是太遲 去抓到究竟是 因為他們想要的一個理想 這些資源現在有限 那理想應該要做些什麼 就是他們做法 正如你第一條台下這樣問 第一條台下這樣問 就是 既然發展任何人都需要用資源 那未來資源有限 發展什麼都會有問題 我覺得這個事情 甚至應該是一副的時候 應該要去問 以至於對面回答的話 可以回答到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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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讓二副可以去追究這個位置 而不是只是不斷 甚至我覺得是 對面不斷斷說這個資源的問題 我覺得 不能夾一夾也都好 都沒有真正的 可以很重的去回應到對面 現在你做的事情是真的值得的 或者其實你都不知道對面 在他們眼中 究竟這些資源應該是哪裏 那裏 除了這些資源之外 還有隔方還未說的 應該就沒有了 主要都是台下發文方面 我覺得在隔方方面 隔方方面 我覺得是比越方比較順利 我覺得其中一個問題 就是可能一來 你們可能有時候 聽不及那條問題 或者你聽錯了那條問題 以至於你回答的東西 不一樣了 和你本身想問那件事 其次就是 感覺上 可能你們對於自己本身 或者對於元宇宙這件事的了解 可能不太深入 或者你手上沒有足夠的資料去說 以至於可能 第二條題 第二條題 回答問的時候 你們說 在元宇宙地下都可以研究一下 我不是很清楚 你們想表達的是什麼 但這樣聽起來是很奇怪的 對於隔方來說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了解一下元宇宙是什麼 以及元宇宙是什麼 和元宇宙是什麼 的應用 儘量就是有多大 吹幾大 不論是現在 現在很多成功為止 未來可能 圓境是怎樣 吹得很差 很厲害 可能這樣才可以突然出發 元宇宙真的是人類之福 如果不是的話 就好像現在這樣 就 只是停留在現在 但又說不到很將來很遙遠的 很光輝的未來的話 就有機會給月方不斷去 去 質疑你 就是這樣 我的評論就是這麼多 謝謝梁先生 我們首先會為大家宣布 這場比賽的最佳辯論 今天的最佳辯論是 月方第一副辯 李隱文同學 宣布賽果 甲方變題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福 月方變題 發展元宇宙是人類之禍 由甲方天主教國德性中學 對月方金巴輪獎勞會要到中學 甲方得票為一票 月方得票為兩票 換言之由 月方金巴輪獎勞會要到中學勝出 恭喜 明天才